日本节目教我们 要刷脸藕皮 不要用刨刀 要用拆刮布 还是捏得紧紧的 急剥纸球去刮 然后结果煮出来的脸藕都 保师傅看来都没胃口 欢迎大家收看收听 我的老公是大厨 我是王瑞洋 保师傅 听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在YouTube上 给我们订阅啊 有没有追上我们的Podcast啊 我们现在呢 我的老公是大厨呢 每周五准时上线哦 大家要追上我们夫妻俩 我的老公是大厨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轻松聊做菜 有家用 有商用 有季节 也有好吃的 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 脸藕 我算不算很爱吃脸藕啊 算了 其实脸藕是现在季节性的东西 现在呢 大家上市场会看到脸藕大厨 可是我做脸藕料理 保师傅有一点意见哦 是吗 是啊 保师傅都认为我做的脸藕都黑黑的 他说呢 他呢 年前有教过我脸藕基本法 可是呢 我不按照他的脸藕基本法做 为什么呢 其实呢 家庭主妇都有一点点私心啦 这个私心就是 营养师都讲哦 鸡很营养啊 我们要消掉吗 还是说呢 日本节目教我们哦 要刷脸藕皮哦 不要用刨刀哦 要用拆刮布哦 还是捏得紧紧的 吉波纸球去刮哦 然后呢 结果呢 煮出来的脸藕都黑黑 保师傅看来都没胃口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要从脸藕基本法开始 教大家做齐 保师傅 江浙菜里面有厉害的脸藕料理吗 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姜米藕啊 姜米藕 蜜汁脸藕 蜜汁脸藕 然后还有那个广东人煲汤 也很爱放脸藕 因为脸藕其实它很广泛 你煮汤红烧炖 清炒凉拌百搭 百搭的一个食材 而且因为季节性到了哦 现在大厨的时候 一定要用力吃 身体才会健康 老师傅你先教大家脸藕基本法 大家听听看脸藕的基本法 因为有了这个基本法之后 你连熬阿嬷的脸藕排骨汤 都会熬出婴儿斑粉嫩的颜色哦 不是哦哦哦 脸藕基本法 第一个脸藕我确定最好削皮 像菜瓜布这样刮 那个还是粗粗的 口感也不好 所以第一个要削皮 因为保师傅刚才有讲 我即使是用菜瓜布用钢刷 还是捏在一起的那个锡箔纸球去刮 脸藕的表面会被我刮出那种粗燥面 脸藕有皮吗 那个皮你看不出来的 它就是在外面比较粗 它是外面的粗燥的表面 就把那层刮掉对不对 买那个啊 锯脂状的那个削皮刀 可以削很细的皮啊 可以削奇异果 可以削番茄皮 很薄的薄刀 就是把它那个皮刮掉了 因为脸藕会变色 其实就是外面那层 你就一节节先切开 切开以后刮掉 头尾切掉 切你要的厚度 炖汤红烧就切厚一点 切块也可以 凉拌就切薄片 小厚片都可以 削好切好了以后 水里面加点醋 大概3%到5%了 水里面一公升 就加个30cc 30cc 这样加进去以后 嚼一嚼 有闻到一个醋的酸味了 一点点而已 你把切好的就放进去 放进去后要泡15分钟 这样营养会不会泡光啊 不会 营养是你在炖的时候 它里面能够粉质出来 那个才是营养 所以不用想这么多啦 泡了以后 你要做红烧什么 直接去烧了 炖汤直接去炖了 做凉拌就是要汆烫 杀青就这样 但是它有一个忌讳 不能用黑铁锅 不能够用炒菜的那个锅子 对不对 要用不锈钢的 或者是淘锅 为什么 因为铁的关系 会让那个碰到淋藕 它会氧化 原来是这样 我那次就是用不锈钢锅 煮出那种 就是人家讲说藕色 藕色就是婴儿的粉色的 这样子的汤头 好 保师傅 但是我又有问题了 我每次只要去菜市场买藕 不管我买两段买三段 然后有的时候这样对折之后 一个洞一个洞的 里面应该都白白的 应该都很干净 有的时候我看到黑黑的 那个是坏掉的吗 黑黑的就不要了 因为那个洗不掉了 它在里面已经锄掉了 没有没有没办法 我有试图把它刷掉 所以那个就是坏掉的藕 对不对 那我可以把那个黑黑的削掉 白色的拿来吃吗 你要灌枪米油那就没有用了 对啦 灌枪米油就不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 我上次我们跟一个香港师傅 Eddie刘冠霖吃饭 刘冠霖他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不知道听众朋友 还是观众朋友 有没有注意到 莲藕有分九个孔跟七个孔 就是你切下来的断面 你要算是九孔还是七孔 他说因为九孔吃起来比较爽脆 七孔藕吃起来比较粉 他是这样讲 可是我煮莲藕从来都没有注意到 他有几个孔 我们也没有在注意 对 可是我只有注意到 我买的莲藕有的时候你切 它的这个断面 它的孔都变成炯脸 你知道都变成这样扁起来这样子 就是它不是一个圆洞 全部都这样扁嘴这样子 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的莲藕 有一种莲藕熟一点会比较圆 那里面的洞就比较大 所以你要灌那个米的 就要买这种藕 买有点扁的那种的 它里面的洞就不会太圆 比较小 我是有仔细观察 这个其实也是看日本节目学到的 我觉得日本做这种美食节目都好好玩 他们会画图 莲藕它一口气是长四节 然后有两节比较大 肥厚是在土里 然后有两节是这样 有一点这样弯弯 这样要伸出来 这两个比较小 然后我倒是学会了 因为朋友会问说 那我怎么知道我今天要用什么藕 不管你们今天要用什么藕 你们在买藕的时候 跟卖藕的人讲 我觉得这个最准了 就像我们都很喜欢东门市场那个小哥 卖藕的小哥 你去找那个阿腕 南门的阿腕 你就跟他讲你要灌那个姜米藕的 对 还是你要做凉拌 你要跟他讲 他就会帮你选 他就会帮你选 选出动的 或者是那个比较脆的 看是要炒还是要炖 你知道有不一样的藕 还是要塞米的 还是要塞米的 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莲藕的名菜 最有名的这个名菜 应该就是蜜汁藕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姜米莲藕 是 姜米莲藕好做吗 哥哥 我在家里可以做吗 不好做 他不想做给我吃 所以才说不好做 那姜米莲藕到底怎么做 很麻烦 姜米莲藕就是莲藕 炖的酱有点软软的 然后蜜汁 你吃下去之后 这个孔洞里都是糯米 而且很好玩 有人把它拿来做甜点 有人把它拿来做甜菜 我都一直很confuse 姜米莲藕到底是甜菜 小菜还是一个甜点呢 哥哥 民国六十几年 我在学的时候是甜点 就蜜汁莲 冷的还热的 热的啊 热的哦 没有人吃冷的 冷的是因为 大概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到大陆去看 对 怎么莲藕变甜的小菜 跟其他的这个小菜一起出来 八盘之中其中一盘 所以这个就 因为是大陆上改变了这个 但是我们在台湾以前 我确定这个没有在做的 对嘛 热的对不对 那年我们去杭州 采访了楼外楼 吃那个姜米莲 好好吃哦 好软弱哦 好棒哦 然后就觉得呢 杭州啊 这种百年的老菜馆 做这种老菜好好吃哦 然后就想说 他一定是遵循传统 然后一步一脚印做 于是呢 主厨出来之后 我们就缠着他 就问他说 你这个姜米莲好好吃哦 到底要煮多久 才能够这么软弱 结果主厨就回答我说 快锅啊 40分钟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有一种 好像有一个棒子 打在头上的感觉 大量做啊 它有大快锅 老师傅教大家做姜米莲 从头到尾 巨细米莲 如果大家觉得 不怕麻烦的话 就照做 不是啦 快锅当然快 我们就可以用快锅啊 可是快锅 40分钟煮不软了 你先从头开始焦起 我觉得最难是你 你要怎么塞进 那个孔里面 孔里面 第一个 就是选比较肥圆的 洞比较大的 就比较熟的 洗干净 一定要先洗干净 因为它埋在土里面都是土 我要刮皮吗 不用啊 做姜米油不用去皮 好 就是你泡在水里面 把那个土泡软了 赶快刷 刷干净了 一截一截 截跟截之后再切断 不要把它切开 切断以后 你这枣一定有一个 比较尖深 一个比较圆深 圆深那个地方 洞比较大 切片掉 头切下来一点 等一下盖回去了 就切下来 你就看到它洞 那个米最好泡两个小时 糯米吗 圆糯米 两个小时以后把它沥干 沥干一个半天 把它沥干一点 这样比较好灌 就这个肉筛在这里 就是那个竹筛子 你脸口放在这里 那个米就抓在这个藕上面 你切开的藕上面 放上去以后 你就轻轻敲 敲哦 抖进去的意思 它就会顺着动 就一直下去 下去以后 你的筷子搓搓搓 再下去再抖 抖抖抖 手要这样抖 关键是这样子 把它抖进去 轻轻抖抖抖抖 然后下去了 下去以后你就塞塞塞 抖抖抖抖 就塞满 不要塞得太密 它会爆开 就塞得差不多了 盖上去 牙签串起来 牙签就把它别起来 把它弄起来 别起来以后 你都做好了对不对 你就用水去煮 要是你没有快锅 要煮大概四个小时 水煮四小时 要加糖吗 里面要加东西吗 加糖那煮不烂的 就越告了 水煮四小时 四小时以后 它那个外面那层皮 它就翻开来 所以你就去冲水 冲冷了以后 你一条一条起来 用那个汤匙轻轻去刮 那个皮就刮掉了 所以皮是这个时候拿掉的 那皮是黑黑的 可是刮掉以后 里面那颜色就漂亮 可是也没有像 你泡过醋那么漂亮 它就不会那么黑 现在大陆在做的 那种做前菜的 它会炒一个焦糖 里面有桂花糖 煮得很浓的一个糖汁 把它整个煮好了 再蜜进去 蜜进去再煮 煮个大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 再浸一个晚上 这么麻烦 它就已经蜜进去了 你再拿来切片 再淋上 淋上的桂花糖 台湾也是这样做的吗 没有 我现在讲的这是冷的 热的话 你做好了以后 一节一节的 一节一节以后 刮干净了 你先切片 切大概0.8公分的厚片 不到一公分 切片以后扣在那 像八宝饭一样 扣肉一样 就是你一桌 你可能要十几片 你就一片 一直叠叠叠叠 都叠起来了 叠满了 上面就加满了糖 桂花 桂花 可以加点酒酿水 很像 酒酿水 对 我们做到 加点酒酿水 饮味 对 这样去蒸 蒸大概要蒸一两个小时 把那糖蒸进去 客人要吃的时候 蒸热了嘛 你把汁倒出来扣过来 加点蜂蜜 煮一下 勾一点芡 挂上去 这是热的 可是我觉得现在主流 大家都喜欢吃冷的 然后冷的也好保存 可是我记得 我有一年去南门市场 去异常育房 买了两节这样子的藕 回来 我记得那年是过年的时候 人好多 人山人海 我进去抢 抢了两节藕出来 而且还不便宜 超过五百块 因为它用塑胶袋 给我装走 然后结果那个藕热热的 我拎回家的时候 它就炒生 就等于是它那个藕 还有那个糯米 你知道很容易 因为热气没有散发 它一下就坏掉了 所以在制作的过程 也要特别小心 通常你做好了 你在放冷的过程中 你要让它透气 透气以后 那个可以泡在外面泡 一个礼拜都不会坏 因为糖汁很甜 你要的时候随时夹起来 随时切 就可以吃了 冰过以后糯米会硬 好 大家会做蜜汁莲藕了吗 就是我们讲的加米莲藕 除了这个之外呢 老实讲呢 最近呢 我们在家里最常吃的一个叫做 精品藕 精品藕是日本人的哦 可是我很喜欢吃精品藕 为什么 因为精品藕好爽脆哦 而且呢 我吃精品藕 爱上精品藕 其实是在看日剧哦 我在看日剧学来的 然后再上网Google 保持剧也喜欢精品哦 喜欢啊 你做的脆脆酸酸的很好吃啊 其实也很简单 就跟保持剧讲的基本法一样 就是把它的皮削掉 削掉之后呢 我切的比较薄 我大概切大概0.3 0.4公分 然后一样呢 切开来之后去泡醋水 泡完醋水之后沥干 沥干之后呢 因为你切的比较薄嘛 在平底锅里面呢 用麻油 关键是麻油 用麻油去炒 然后呢 你要加上醋跟糖 我在看日本人在炒的时候 会加一点味苹 因为我用的是黑醋啦 黑醋其实就有颜色 然后最后最后 他们的炒制方法 是会把芝麻撒上去 然后拌一拌 因为吃的是它的爽脆 吃的是它的酸中带甜 所以很开胃 可是我改变了一点方法 因为我一直觉得 白芝麻撒在炒锅里 你想要把它拿出来很难 对不对 芝麻粒好麻烦哦 你炒好的再撒就好了 对 我都炒好了之后 铺在平盘里面 然后再把备过的这个 白芝麻粒 撒撒撒撒撒满 这就是我们家 经常吃的金瓶藕 还有就是呢 金瓶藕里面还要放一个东西 叫做红辣椒 不是要取它的辣 因为其实藕这个食材很单纯 它是一个很纯情的食材了 那所以里面有一点点味道的招动 它就会变得很明显 很喜欢 我自己也很喜欢 在里面放一点点生辣椒 那因为它日本的原配方 也有这样子的做法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保师傅在教大家 几道凉拌的藕 因为老实讲呢 在夏天的时候 吃凉拌餐太好用了 凉拌藕呢 又可以放着 要吃就吃拿出来吃 而且呢 爽脆又开胃 那所以凉拌藕的基本法 又是什么呢 哥哥 凉拌藕很多啊 比如说你切一点小厚片 在那个不锈钢的热水里面 你泡过醋了嘛 汆烫一下 大概20秒 快速杀青 起来泡冰水 泡冰水以后沥干 沥干要最简单的 明德辣豆瓣 明德辣豆瓣哦 加点米酒头 米酒头 一点点 就是你要多辣你辣豆瓣一加嘛 米酒头一加 放点酱油 可以放一点点糖 不要太甜 醋可以放一点 不要吃出酸味 拌一点香油跟辣油 这样拌起来非常好吃 而且建议大家 最好用大缸盆啦 你知道因为藕很脆嘛 就用抖的 你就带手套抓啦 抓它味道比较会进去 抓抓抓 马上抓马上吃 它就入味了 而且这个拌起来以后 你放在罐子里面 就可以放一个礼拜 然后保世傅有一道小菜非常有名 这道小菜叫做红梅藕 为什么很有名呢 因为红梅藕的颜色非常漂亮 我刚才讲说藕是很纯情的一种食材 意思就是这样子 因为它很纯洁嘛 所以人家富于它有多样貌的风味 所以很容易被污染啦 好啦 红梅藕要怎么做呢 红梅藕是我在做梅汁番茄的时候 衍生出来的 在以前天香楼的招牌小菜 以前艾滋味的那个老板来 这个能不能做成罐头 艾滋味的老板想做成罐头 30年前了 真的 这么厉害 很久了啦 可是你知道日本有很多这种 什么福菜啊 自菜啊 也是啊 就是罐头菜然后脆脆的好好吃 我们就来讲这个 第一个基本法 就切小块 一个莲藕切成四片嘛 你大概有一公分厚 一公分厚 切成四 一样要削皮 泡过醋水 基本法就不要讲了 基本法都一样 好了以后沥干去汆烫 因为莲藕很多人拿生的 生的才会脆啊 生的是粉粉的 刷刷粉粉 你经过这个热水 一杀清以后 它粉质变脆了 对 所以一定要杀清 对 杀清大概就是十几二十秒之间 马铃薯也是 马蹄也是都一样 要杀清才会脆 然后呢 好了以后小黄瓜 调一调你就切 轮切切断 大概1.5公分厚的后圆块 用1.5%的盐就把它腌 压 你用塑料袋包起来压 重物压 10分钟 放下10分钟 腌一个钟头 洗掉 沥干擦干 好这个放在一起 就用红醋 有一种香港的红醋 以前在吃那个鱼翅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变那个啦 红醋加糖 1比0.65 醋1 糖0.65 100cc的醋啦 65克的糖 就是这个意思 好 不要加盐哦 桂花酱 桂花酱是甜的还是 咸的 咸的桂花酱 化煤 化煤 紫酥 紫酥 调整你喜欢的酸甜度 你要酸一点甜一点 用这个比例自己才去调整 好了以后就把那个 黄瓜跟莲藕浸进去 浸进去 可是这个要浸两天到三天 因为它是厚的嘛 但是小黄瓜 浸一个礼拜以后 那小黄瓜比酱瓜还好吃 真的 那小黄瓜会变成皱皱的 因为它已经 水分都出来了 水分出来了 吸饱那红醋 糖醋的那汁 小黄瓜就本来是光滑面 它就变成缭缭 颜色又好看 又有梅子的香味 吃起来 又有紫苏的味道 对 香很好吃 换句话讲 艾滋味的老板30年前 并没有学走这一道保湿腹的火 没有啦 他开玩笑聊聊天 因为我们出去打招呼 他是聊天 他没有学走 所以大家想要吃 就要在家里自己做 好啦 我的老公是大厨 这一集我们讲到这边 大家会吃莲藕了吗 大家知道要怎么样 把莲藕做得很漂亮吗 不要把莲藕做得黑黑的 就一定要遵循保湿腹的 莲藕基本法 然后还有教大家 经典名菜蜜汁藕 谢谢大家准时收看收听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